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3日 中国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南京有个什么玄奘寺 供奉着几个日本的战犯 有5个日本战犯被供在上面 然后这个供奉人写的是叫吴阿平 那这件事情被网友报出来以后 中国的网民又群起激愤了 就是说怎么供这几位日本战犯 这几个战犯都是当年南京大屠杀 搞什么百人斩什么这种 其中有一个人这个叫 主要负责人甲级战犯 这些人都是被国际法庭判为战犯 然后判死刑的 这个甲级战犯这个松井石根 乙级战犯 古寿夫 以及丙级战犯 野田义 这几个人我是不知道 而且我也不大了解这个牌位是个什么东西 中国的寺庙这个牌位 我牌位的话 我记得我以前看这种古装片 它不是都是这种说像一块木头 至少像墓碑一样吧 就是一个灵位的话 你没有因为没有尸体或者什么 你只是想供着它 那就像墓碑一样的 这牌位怎么是一张纸啊 上面手写的名字啊 而且后面那个大螺丝钉 十字螺丝钉子还录在那边 就是说如果你想对死者表示缅怀啊 什么尊敬啊 以及一些愿望 好的愿望什么的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得弄的稍微严谨一点啊 露个大螺丝钉子 连这个东西我觉得 你稍微这个讲究一点的这些 产品上都不会露个大螺丝钉子在外面给你看吧 至少得藏起来吧 而且他奉供的这个费用都好几万 好几万一个 对很贵啊 三五万一个 这几个的话这无二品要花十几万 对 而且这件事情 假设他是真实存在的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奇怪 什么样的人他会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只有神经病吧 所以大家都在干嘛要爬这个吴阿平是谁 这个日本的晋国神社好像也不大会去供奉这几个人 什么安倍晋三去去参拜 参拜这个这个晋国神社他参拜的他妈的也不是国际战犯 他参拜的只是说你中国是政府认为他是战犯 对 对吧 非常奇怪 这件事情 总之 在中国 网上这些愤怒的人也都是愤怒这个这个一定要查这个 这个吴阿平是谁或者这个负责的这个部门政府什么的 要换人什么的 这些 然后这个中央央视评论网还是什么 发了文章 就是 反正中国的官媒就说这个 嗯 要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哎 他说什么来着 不是 他说的是某些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这种程度 他就说这个 他这意思是这个日本的势力还是什么 反华的势力什么的 是又渗透你中国了什么的 知道吗 他已经确认这件事情就是 真实有的这么一件事情 对 然后呃呃称赞这些爱国的网友干的好 对吧 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揭露的好 嗯 好奇怪 我觉得好不正常啊 我感觉这个事情真的假的说说不准 我不正常啊 而且他就是真的也好不正常啊 而且他这个名字很神奇 西游记那个唐僧不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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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庙 这个寺庙有些我看我我看有的网友他 他就住在附近他都没听过这座寺庙 对 我也有看到 对吧 对 而且你说玄奘是什么 你你这个人是不是 基本上不怎么懂佛 懂佛佛 看佛经什么的 嗯 不会几个字 但是看过西游记了吗 这唐三藏唐玄奘就起了玄奘名 非常的奇怪 反正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总之 这些战犯 你说他杀人杀出这种斩首比赛都搞出来了 这些人确实是恶魔 确实是要谴责 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有点太变态了吧 你你你怎么会 你就在就在那个南京大厨杀纪念馆的附近 一座寺庙还是 然后就出了这么个人让他去供奉 而且供奉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 他已经放了那两三年了 嗯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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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庙的这个法 这个这个和尚什么的 嗯 目前这个寺庙法师说 嗯 寺庙关闭什么什么整顿 什么严查什么严打什么乱七八糟的屁话 嗯 我不知道寺庙这个叫法师啊 住持住持 我说我我我中国这个这个宗教啊 这种这种 呃这个这个这个各种各地的这些寺庙 这一塌糊涂 这是你说他是佛学还是什么东西的 他里面说不定挂习近平像的 你知道吗 嗯 这种东西就中国的宗教已经我已经都不想说 我说我看这个新闻 我就觉得我特别反感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 这个像是这个自然界中会存在的东西 完全就是人为的东西 就是他两种嘛 一种是假的 他也是人为的嘛 人编的事情对吧 另外一种是真的那也是人为的 就是一个神经病去去供奉这些人 对吧 脑子有问题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你这个玄奘寺 他已经供奉两三年 你到现在才开始搞出这个事情 某一的好处 你就是可以恶心中国人 恶心中国政府了 对吧 那什么样的人 他会用这种方式 花这么大价钱去恶心中国人 你知道吗 这个新闻给人一个概念 所有的人 虽然说他说谴责南京大屠杀 什么找这个吴阿平了 找这个负责人什么的 但是这件事情 这些人的反应 让我看到这些人有一个潜意识的反应 就是说 会有人无缘无故的 故意的 花很大的精力和代价的 去跟你中国人对着干 去恶心你中国人 他们潜意识里有个这个潜意识 我觉得这个潜意识是很可怕 很不好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老大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故意会去他妈的找你事情 而且要花很大代价的去找你事情 你知道吧 我一枪把你给打死 然后抢你的钱包 那我那钱包我他妈的得够我买 不够我买枪 起码够我买子弹吧 否则我连子弹都买不起 我杀你干嘛呢 你知道吗 有这样一个是 这个是逻 这个是事实的逻辑 知道吧 但是你看这花十几万 我就为了恶心 那中国人 我啥都不为 就是这种事情 还有很多这种 莫名其妙的事情 其实都是在中国中国人这些 在这些人的这个这个潜意识里 你知道吗 他们他们潜意识认为 就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害我的 所以我要保护自己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中国人都有这种被害妄想症啊 这种 为什么都有这种 你知道吗 上来先把对方当做是要骗你的 要害你的 要坑你钱的 或者怎么样 然后中国人就美帝王我自行不死 日本帝国主义什么 亡我自行不死什么的 你知道吗 就是灌输这个概念 你知道吗 这个新闻真的假的 我觉得 我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 从毛泽东开始 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你他妈放屁你知道吗 那敌人 于是中国到现在还把俄罗斯当做自己的朋友 俄罗斯不比你日本在南京大桌上杀的中国人杀的少 俄罗斯人 毛泽东都饿死了几千万到一亿的中国人 你知道吗 你这些还在共 毛泽东像中国不然还共着吗 共产主义不是还共着吗 共产主义就导致你他妈饿死了 没饭吃的这种这种这玩意儿 你不是还信吗 你知道吗 所以说真正的这个 这个搞清楚谁是谁是谁是要害你的 我觉得 嗯 还差得远 就是你说 这几个人确实是杀人魔对吧 战犯 确实是遭恨 但是问题是确实跟这些中国人有有优先级的话 我觉得首先现在目前当前是俄罗斯 然后就是长期的这种共产主义思想 对吧共产党独裁的 我觉得第三我不知道能不能排上这四个人 毕竟他不可能从他妈的坟墓里再爬出来再杀你中国人 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得上 你知道吗 现在还在梳理 然后就是 然后至少还有什么六四天安门吧 毛泽东 这种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啊 搞这些东西吧 你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轮到这四个这四个杀人魔 虽然这四个也是杀人魔 但他们是小魔 那么大魔头在哪里呢 你知道吗 你心里如果说住着就是长长辈子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美帝王我自行不死 然后就是 莫名其妙的 这个人就是要他妈的花十几万 然后去恶心一下中国人 我操这个人有什么好处 我不知道这个人 我觉得他这个神经病的话 他也能有这么多钱钱去花来去买这个牌位 这种神经病也能也能也能赚到这种钱吗 而且他做这个事情感觉就是默默无闻悄悄在那边做 然后等着猴年马院谁发现了 然后就 等着被发现 这种 然后这种事情大家都信 不是说 不是说 这几个牌位不存在 是假新闻 我是说 就这样去反映 你知道吗 因为你直接去这样反映说 这个吴阿平可恶啊 这个 这些这些战犯怎么怎么样的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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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这样去反映的话 你会设定好一个 就是说 呃 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 要恶心我中国人 这个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吗 这个是很可怕的 就是说 呃 会造成伤害的事 永远是中国人自己 自己会受伤 嗯 因为你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 你没办法跟别人正常的交流也好 或者是 呃 没办法诚实吧 你你不相信别人吗 首先 知道吗 但是相信 是是是发展经济 是人是人社会繁荣的 这个这个 这个 呃 是是是是 呃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事情 或者说是唯一的事情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为什么一个国家 为什么有钱 为什么有穷国家 为什么有富国家 富国家就是信任 知道吧 就是互相信任 就这么简单 那么走在马路上 你你虽然说 你你你你老是看到新闻上 美国枪击什么怎么怎么样 怎么骗人 美国怎么骗人 有 但是太他妈少了 知道吧 基本上大多数人 你走啊你走啊 你你一辈子能碰到这种骗你一个骗你的人 嗯 那都非常的难 那在中国呢 你出去怎么这几天不骗个三五回 你你以为你去日本了 你去国外了呢 我操 对不对 你不被骗你以为你出国了呢 人家想到我我到哪啊 这怎么怎么没人骗我 怎么没人宰我呢 在中国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最后伤害到的是谁啊 不还是你中国人自己嘛 对吧 是你不信任别人 是你不相信 是你把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种愚蠢的概念放在自己脑子里去 对一些本来可以对你友好的 这种友好的人和国家和团体 或者说一些概念 你都没法接受 对吧 哎你不是我敌人的朋友 敌人 所以你不是我的朋友 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都是这种荒谬的逻辑 你知道吗 而且他 敌人就是敌人 而且他说的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你搞得好像你表面上很相信你这个朋友 其实心底也是不信任的 对 也没有人信任 但是你得把他当朋友 就是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 意思就是你他妈必须得把我当朋友 所以所以你对敌人不信任 你对朋友也不信任 就非常的扭曲价值观 你对谁都是不信任的 对吧 非常扭曲的价值观 很变态啊 包括这个新闻也是 所以我对这个新闻我看了 我就是就想就想说这个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你你你表达这些 对这些杀 对这些坏人的这个愤怒不可以 当然要表达 问题是这他妈的好像 在表达前行想清楚一些逻辑 好像好像还很多很多事情 排在这几个人前面 前面那些人处理完了 你可以 把精力时间花在这上面 去打打这几个人名字 在键盘上 对 除了这几个人 键盘上还有很多要打的东西 我觉得 对吧 你说对吧 好